不过呢 花友说回来了 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 甚至可以说是坦了 我听我同事说呀 他家的小宝宝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啊 每天晚上准时要哭三次 凌晨一点哭一次 凌晨三点哭一次 凌晨五点哭一次 每次他孩子晚上哭的时候 他都会唱歌去吼孩子 不要哭了吧 该哭的人是我吧 人到中年呢 可怕 哭你了 在朋友家看到了一套书 是写着可怕的中年人 如何假装好爸爸 如何假装年轻 如何假装超脱 如何假装小众等等 看到最后一本我很感兴趣 如何假装没喝醉 喝醉了还能假装吗 我们数学老师是个中年大叔 和刚进学校的年轻老师 果然不一样 他的教学工具都变成座椅了 老师 你画的圆很接地气 要说最时髦的老师 当属这位大学数学老师了 课间休息时间还不忘自拍 没错 你的侧脸就是这么帅 经过上千张照片的测试对比 我发现这个角度的王最帅 有些人自打声下来 就有着非一般的气质 比如这位江女王 她可能是来自皇亲贵族吧 去饭店吃饭的时候 盘子中的小菜 好像是鼎鼎大名的小王子 请问这盘菜是不是要加价呀 看不出来厨师还是个动漫迷呢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牛奶 还是挺好喝的 就是插吸管的时候比较费劲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插进去 朋友 你插吸管是看心情挑地方吗 对吃货而言能吃进肚子就行 我家养了只吃货宠物 啃玉米的速度堪称闪电 我一个都没吃完 他已经在啃第二个了 你信不信 只要你提供足够多的玉米 我可以啃一整天不休息